首先隱形眼鏡一定會有人問 所以我先跟大家說我戴的隱形眼鏡是這個 優里亞的彩色日泡隱形眼鏡 然後這個顏色是Meltie Brown 我自從去了紐約之後就很久沒有戴過變色的隱形眼鏡 然後今天算是一個小小的突破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喜歡這款 哈囉大家好我是元寶 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介紹我的五月最愛 嗨我現在的場景就是大家應該很熟悉 如果從比較之前就有在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呢 應該就會知道就是這是我台北的房間 我覺得五月過得神快超級快 就是我在剛回來想要享受假期 然後就是每天都有不停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麼 反正就是每一天都是有事有事有事 然後現在就到月底了耶 我就有點驚慌然後就馬上下個禮拜就要回紐約了 我就覺得好快喔 我在台灣的一個月假期就這樣結束了 對所以我就想說趁今天這個 早上比較有空就來錄五月最愛給大家 五月呢基本上就是在台灣買一些新的東西來試用 然後有試用到一些還不錯的 就想說我約會最愛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首先我要從一個髮品類的介紹 這款潘婷的洗潤系列 是一個透明瓶身 然後它的那個洗髮精是零細菱 然後是透明的這種感覺 已經用了半瓶掉了 就是一個月差不多就用這樣 因為我每天洗頭髮 所以就是用量還蠻快的 然後我很喜歡他們這個的原因啊 是因為它是零細菱的洗髮精之外 它洗上去就是不會讓頭髮打結 就這個洗髮精真的有讓我驚豔 因為我很少用到零細菱的洗髮精 它洗完是不會那種澀澀的 我自從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是持續的不斷在用這一組 它這個就是標榜說有放維他命B3跟B5在裡面 就是感覺可以保護滋養頭髮這樣子 它還蠻讓我驚豔的就是它的 它對頭髮的保濕度 然後它的清潔力也蠻夠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組 喔再來這個東西就是一個也是頭髮的產品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去年離開台灣的時候買的 然後現在我回來就是又用到 就是再次經驗這樣子 這個是Loreal的這個髮油 我真的真的真的覺得 是我用過大概是數一數二 就是好用的髮油了 就是用過最好用的髮油 第一個就是魔肉歌油 再來就是Aveda的那個髮油 可是那兩個髮油都是專櫃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評價的 我真的是有被它驚豔到 它的質地 大家可以看到嗎 它的質地是 不是那種完全的油狀 但我覺得你們應該感受不到 它是有點水跟油中間的感覺 因為它油的話你會覺得很黏稠 然後呢我覺得它真的讓我驚豔的 是因為它吸收特別快 就像昨天Eva來我家 然後我就跟它介紹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擠了兩大滴在手上 然後抹在頭髮上 它就說你也抹太多了吧 這樣不會沒辦法吸收嗎 然後結果它大概過三分鐘之後 它就說欸真的完全吸收 所以這個在我的頭髮上 我今天也是抹了兩滴 你完全看不到對不對 就是它完全不會讓頭髮那種 油油然後一絲一絲 它吸收特別快 就是大概兩三分鐘就可以吸收進去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就是 我頭髮有自然捲 所以就會毛躁 但是我覺得它撫平毛躁 然後讓頭髮那種 有點亮亮的感覺非常好 而且又不會黏膩 我真的超級推薦這款油 我覺得我回台灣之前 我還會再去補 大概一兩罐回去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不過它有個缺點 但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它是玻璃品生的 就是它太有質感了 大家看 You know 有點重 所以不方便攜帶 接下來這個東西 它算是拯救了我 這個月的人生 就是我回台灣的 大概隔兩天 我的皮膚就開始崩壞 就是可能是台灣的氣候太潮濕 然後我很久沒有回台灣 所以我就是臉部完全沒辦法適應這個氣候 然後我就開始大崩壞 就長一些那種 閉鎖性的小顆顆啦 然後脖子這邊就是過敏啊 什麼的 所以我的就是肌膚就整個崩壞 然後上妝也是就會凹凸不平 你知道 但是 然後多虧這個 這一組大工程 雅樣啦 雅樣的組合 就是它活泉水還有它的精華還有它的乳 這樣子 從我它的廁所就是偷了這一罐回來 就是只要有一不舒服一癢的時候 我就狂噴 然後就是有舒緩 結果後來我就想說不行 因為我帶回來的保養品就是沒有這種 抗敏感 或者是就是專為敏感性用的 所以我就去逛康世美 然後康世美它就最近剛好就是有這兩個組合這樣子 就是一個這個精華跟一個這個它是它是叫 cream 然後這個是 serum 它都是那種hydrating的 用它之後我就覺得 我的皮膚 就是得到了你知道救贖欸 就是這兩個 它們加在一起 它們就是神仙眷慮 它們就加在一起超棒 而且我的保養程序就變得很簡單 就我洗完臉 我早晚洗臉完之後就是噴這個 然後噴完之後3D這個精華 就是三個壓這個精華 這個就是擠大概一塊50元硬幣吧 對的這個 然後它這個很特別 就是它的 它是你擠出多少它就是最新鮮的 因為它這個頭會讓裡面的cream 就是不接觸到空氣這樣子 就這兩個加起來的保濕力就是 對於這我的乾性肌膚是很足夠的保濕力 而且我覺得這個精華非常神奇 就是我好像只用了大概兩三天 然後我的皮膚就瞬間變得平滑 然後整個就感覺肌膚很健康的感覺 我真的很推薦如果敏感性的乾肌 可以去試試看這個組合 就是讓我過敏人生可以很快的康復 好感謝你們喔 神就是救贖了我們敏感受到敏感 那個你知道困擾的孩子的下一步 然後它也是算是我近期的一個底妝的組合 我先講這個防曬 這一款防曬是麥秀雷敦的漸層的防曬 我不知道它怎麼講 然後呢寄給大家看 它擠出來是有點紫色的感覺 大概是長這樣 我擠超多 對然後大概是長這樣 然後它的質地非常非常非常的水潤 有一點點潤色的效果 大家不要管我的手我擠太多了 對反正好我把它推到全手這樣 它非常的水潤 它是有點那種水凝乳的感覺 然後有這種微微的潤色的效果 微微啦我覺得它的潤色效果 不是我今天想要推薦它的原因 就我覺得它的潤色效果還好 但我覺得它的使用感受 然後它的香味我都覺得是 一個SPF50加跟PA++++的一個防曬 就是很優秀 因為它的質地就是好水好潤 然後你擦上去不會覺得你擦一層防曬 就是感覺你的肌膚還是可以呼吸的感覺 然後它的香味是那種淡淡的一種草味嗎 然後就是很清新 它沒有防曬的那個油味 就是有一些防曬會有那種防曬的油味 對我覺得這一款我真的是很喜歡 所以我囤貨了 我跟你講我買了三條 然後一條給我媽 然後一條是這個 然後一條是我要囤回美國的 喔不過我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成分裡面有酒精 所以像我當時候敏感的時候 我就沒有再用它了 這個有酒精 所以對於就是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就是要避開這一款 不要使用這一款 那我就是今天的底妝組合 還有我最近近期就是使用的底妝組合 就是這個防曬打底 然後再加上 INTEGRATE的粉餅 它殼超可愛 你看它是一個綠色的上面綠色 然後有INTEGRATE 然後底下是藍色的 然後它裡面呢就是長這樣子 它有附一個粉撲 但是它的粉撲跟這個粉蕊是 就是沒辦法分開放 它一定要放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缺點 但我今天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底妝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我覺得這一款粉餅啊 它有讓我驚驗到 我是乾肌的關係 所以我平常真的不太敢用這種粉餅類的直接上妝 我會覺得就是好像我的妝會不會要剝落的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我看EVA它推薦過這款粉餅很多次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來試試看這一款 而且它的價錢是開價也不貴 就是第一個我覺得驚豔點是 它的遮瑕力 就是像我鼻翼這邊可能有一些那種缺 就是有一些暗沉啊 然後嘴角這邊有一些暗沉 我的粉餅這樣一抹上去之後 它的那個遮瑕力我覺得好好喔 然後再來是這一款粉餅的保濕度 它保濕度就是完全完全不會有 讓我的臉有乾裂 像我最乾的這種眉心啊 或者是這種眼下的地方 完全都沒有乾裂的感覺 反正這一款粉餅就是我 五月的真的是至愛 就是除非是有那種正式的場合 比如說要去直播或什麼的 我才會用粉底液 不然我基本上都是用粉餅 跟這個 就是這個打底 粉餅上 然後就碗 然後眉毛 然後可能就是畫個唇膏就出門了 就眼影也不太畫這樣 再來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一款 嗯 我覺得算小驚豔 小驚豔的腮紅 那就是這個 Sugao嗎 FINE 為什麼它一直曝光 Sugao呢 這個腮紅 我好像是買紅色的我記得 就是 因為它沒有色號在後面 就是蠻困難 然後它後面全部都是日文 我看不懂日文 然後我覺得這一款腮紅 我非常驚豔的原因 它裡面是長這樣 就是這種慕斯的感覺 它非常讓我驚豔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 碰給大家看 它的質地是這樣 有嗎有看到嗎 它質地是有點那種慕斯感覺的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粘在手指上 然後畫開之後啊 拍開之後 會是這種透透的這種粉的質地 就是它會畫成粉 然後就是有一種那種 從你的肌膚裡面透出來的血色的感覺 有沒有 你看 所以這一個我就是 平常淡妝的時候就會使用它 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適合淡妝的朋友 然後它跟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款唇膏非常搭 就是這個 Chi Foulet的唇膏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我覺得它跟其中一個顏色特別搭 是545號 你看 是不是一配的 就是 這個545號是有點橘 橘紅色對不對 然後配上這個紅色的腮紅 就我平常淡妝的時候可能就是防曬 然後腮紅 然後跟這個 我就覺得很適合 就是淡妝的一個組合 然後再來試色744給大家看 來 744是這個 比較偏橘棕色 感覺的 然後545是比較橘紅色 這個唇膏我覺得CP值 非常的高 其實唇膏不到200塊吧 我覺得好像100多塊 然後我覺得它的質地就是 也是很滑順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 不是到特別高 但我覺得已經就是足夠 以這個價錢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橘棕色調的很美 就是 是那種很日常的橘棕色 就是 有一些歐美橘棕色 你可能沒有上重的眼妝 或是你沒有上那種 比較艷麗的其他的妝 你會不敢突出門 但它這個橘棕色就是 蠻日系 就是蠻Everyday的橘棕色 而且我覺得這個唇膏 它的潤度也在 就是我擦了幾個小時之後 它是不會那種起乾皮的 我真的覺得曲膚雷這個唇膏 真的是CP值非常高 非常值得大家可以就是去買自己喜歡的顏色 但是也不要爆買好不好 接下來還是一個唇膏的產品 這應該是Amimi的唇膏吧 對 就是那個韓國的牌子 愛心筆頭的唇膏筆 它的筆頭是愛心形狀的 非常的可愛 然後它的這個唇膏筆啊 大家使用的時候要注意 就是它是那種按壓出來的 所以就是你一旦按壓出來呢 它的它就收不回去了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彈性這樣子 不要按太多 通常啊會做成這樣設計的唇膏 就是因為它的質地就是很滑順 保鮮吧 就是你擠出來就不要再收回去了 所以它才做這種設計 換一個9號一個10號 然後現在這個是9號 9號的顏色是我嘴巴上這個顏色 很美吧 它是一個也是一個橘棕色 對我最近好喜歡這種顏色 土橘色 然後10號的顏色是這樣子 10號的顏色 好像也是一個橘棕色欸 我最近就很喜歡就是買這種顏色 然後我有的時候就是比如說 上這個淺色之後啊 然後我的中間會再疊擦這個顏色 就兩個把它搭起來或者是混擦 我覺得也很美 然後我覺得它質地就是很很creamy 延展力很好 它的顯色度超級高的我覺得 那個做成這樣子愛心形狀的筆頭 很好描繪就是我的唇風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它的這個愛心形狀的底部 又很好描繪我的下唇的這個 你知道這個U型的這個旁邊這邊 就是它很好描繪嘴角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一支就是唇膏筆 它那個上妝很方便 而且它的妝效 它的那個呈現出來的樣子 我覺得也很棒 它是那種有點絲柔 所以這個唇膏我也是這個月很愛 啊我現在把這個加在唇中間 給大家看一下效果好了 這樣子 其實我有點把兩個色混在一起了啦 大概是這樣子的顏色 這個色也很美 10號 而且我覺得這個唇膏 它的持久力也不錯 就是基本上你喝個飲料或什麼的 其實它不太會掉 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偏霧面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呢就是有兩個 算是日常用品的最愛 對然後就是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我手指上這個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一個指甲貼啦 我去年跟四寶去日本的時候 就買了這一家的指甲貼 我就買了蠻多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忘記帶到紐約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用 然後後來現在回台灣了 我最近就在用它 很好用 這是我用過最好用的指甲貼 但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價錢是蠻貴的 然後它的使用方法 其實它的指甲貼是有分上層膜跟下層膜 然後中間才指甲貼 它這個這一家的指甲貼標榜就是說 它的指甲貼其實是用指甲油做的 就是它不會給你一個像貼紙的那種質感 它貼在你的手指上面就會是 真的指甲油的那種服貼性的服貼感 就是它不會這樣 有的時候你貼不好會噗噗 它完全不會 因為它不是一片塑膠 它就是一片指甲油 然後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它裡面有附一個搓刀 所以就是上層膜撕掉 然後下層膜撕掉 然後指甲一貼好之後 再來用搓刀把它搓掉 像我手上這個款式啊 是那種比較藍色的漸層感 它的持久度我覺得非常夠欸 我這個指甲貼大概已經貼了一個禮拜了 現在還是就是還蠻完美的 沒有很重大的傷害這樣子 然後它們家也有單色 然後也有這個 這種 就是亮片的顏色 這已經是我最後一個了 因為我把兩個送給我的外婆 好熱 我出去都會被人家誤會做光了 但其實是貼紙假貼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回台灣之後 我就 MC 就來了 然後我沒有帶衛生棉回來 就是我有點大條 神經有點大條 然後結果後來她就說好 她幫我下去買就是衛生棉 然後結果後來她買回來之後就是 先不要公佈好了 就是抹牌衛生棉 我當天晚上就是 悶到睡不著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 有一些那種 四十幾公分那種夜用性的 它做的跟尿布一樣厚 雖然很久安全感沒錯 但是我是一個就是很怕熱的人 然後台灣要那麼熱 然後我那天晚上就是 真的起來三次 就是一直睡不著 然後一直就是 感覺下面就是被悶到一個極致 然後就是很難忍受 結果救星又來了 從以前到現在非常喜歡 他們家的衛生棉 就是艾康的衛生棉 就真的是我真心非常愛 他們家的衛生棉 隔天就衝去康氏美買了這個 它其實在康氏美價錢我覺得不錯 因為現在買一送一 所以兩包好像是99塊 我覺得跟官網上面賣的價錢差不多 大家可以去康氏美看看 對然後 它Oh my god 它的 它的涼感真的是讓我做到就是很爽的那種涼感 它是有涼感的衛生棉 然後非常的透氣 所以我晚上用這個夜用型 它是幾公分啊 33公分的夜用型 這個我晚上用也不會露 但是我的量是屬於普通 我不是一個量超大的人 重點是它的那個涼感 還有它那個通風舒適度 我覺得真的是 衛生棉中的翹楚耶 就 我從 我從去年 就是其實就是 運了一批艾康到美國 但我這一次就是很神經病 就是忘記把艾康就是帶幾包回來 因為我沒有想到就是我那個會 這麼 早就來了 這樣子 這麼準時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 廚藝味的效果也非常好 但他們家的廚藝味的效果 不是用那種花香或是用什麼 它就是用一種薄荷的那種香味 所以我覺得廚藝味的效果我也非常喜歡 但是大家用他們家的要注意 你這個就是衛生棉本人啊 要記得放在這個袋子裡面喔 這樣子它的那個薄荷的東西 才會保存的好 那他們家也有賣那種隨身包 就是一片一片妝的 然後每一片外面都有這個外包膜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買那個隨身包裝的 但是這個月呢沒有音樂的最愛 我這個月因為回台灣 然後我大部分時間就是比較多 在跟家人朋友相處 所以很少獨處的時間 或者是真正 我真正自己獨處的時間就是在剪片 但是剪片就沒辦法聽音樂 所以我其實非常少聽音樂 所以這個月我基本上沒有音樂最愛 就在前幾天5月18號的時候 算是我人生中最愛的一部美劇 就是13 Reasons Why 它出了第二季 然後我就 握不及待的在前天 我就開始看了 哇 看了第一集真的是 沒辦法 他們的那個劇情的緊湊度跟張力 就會讓你想要一集一集一集的看下去 那大家都知道Netflix它就是一次出就是一季嘛 所以就是很爽你就可以一次看完 好 反正我就在昨天晚上就把13集全部都看完了 然後 我就睡不著 它很沉重 但是也很發人聲心 然後而且 我看第一季的時候 它的那個後座力就是很強 就是你看完之後 那種 就是那種 刻骨明星跟那種痛徹心肺的那種感覺 是會 就是不管你在做什麼 那種感覺是會一直綁著你 大概一個星期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那個狀態下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有點睡不著 因為其實第二季的最後一集 就是它的 原本以為最後一集 應該就是要 你知道就是慢慢的這樣子了嘛 就是一開始就很精彩 然後最後一集要慢慢講 但其實最後一集它是有點這樣 就是在給你 在給你一拳的感覺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 我就是有點 哇 好好好 好震撼喔 我覺得漢娜這部片就是 大家真的是要心理狀態 很良好的時候去看 怎麼講 正向的時候 你去看這種比較負面的故事 你才不會被 被帶進去 被帶到很低沉 那 我覺得我這一次就是 嗯 還可以 我覺得我還可以 因為我是算是 一個蠻正向的人 就是 但是當然是也會 有低潮的時候啦 那我覺得看完這部片 就是我其實覺得 怎麼講 就是它讓我發現 就是當然是珍惜生命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我們可能可以多關心家人跟朋友 就是 他們一些細微的一些反應 或者是他們 跟以往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情緒的表達 那我們可以更 用心的跟他們相處 然後更多留意 就是他們這些 悲傷啊 或者是不好的一些 言語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鼓勵他 然後更給他一些正面的能量 就是時不時你會想到劇中的一些台詞吧 然後跟一些劇情 然後或者是一些畫面這樣子 反正就是對待大家看 怎麼會這樣 五月明明就是一個很開心的月份 但是 大家如果有這種比較憂鬱的時候的話 都歡迎可以跟我聊聊啊 在我的Instagram就是私訊我 我雖然是回的有點慢 但是我還是都會看都會回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可以有幫得上忙的話 我也是很願意幫忙 因為我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看我的頻道 都會覺得很正向很開心 那我也很希望 就是這也是我為什麼 做這個影 就是做影片 就是創立頻道的原因 就是帶這種正向的能量給大家 真的也是我想要的 所以大家如果 比如說人生中 遇到一些什麼困難的事情 如果想跟我分享的話 也歡迎就是可以資訊我啊 或者是留言給我什麼的 對 那大家也很歡迎大家跟我說 你們的五月最愛是什麼囉 那大家就這樣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比 我覺得這個粉底真的超美欸 就是它是那種 嗯 你抹在臉上之後 大概過十分鐘 之後 它就會融進你的皮膚的感覺 真的很美欸 這唇膏也好美喔 但我是不是又沒擦到嘴角 蛤 對 我每次擦成膏也沒擦到嘴角 好啦 我要準備出門囉 今天要去台南 掰比 心情在憂鬱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找人分享 就是 就是你很相信 你覺得他有安全感 人去把這個情緒就是抒發 大家有什麼困難 或什麼要說出來 因為悶在心裡面其實很難過 我是一個沒辦法悶事情在心裡面的人 就是給別人一個了解你的機會啦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下個月見囉 掰